如果我想要知道A班 到底哪一個年級 哪一個系所得最多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到底選這個課的前五名好了 前五名到底佔比最多的 所以我希望幫我 繪製出一個系所佔比的統計圖 那個統計圖的話 我希望佔比 所以最好你不要給個數量 不要用直條圖 如果佔比的話 最好是給我個圓形 如果環形都可以 反正就是表示它的比例個是多少 那怎麼做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完蛋了 你沒辦法做 所以第一步的話 記得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不過記得 如果將來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要先記得一件事 就是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你要先產生對應的那個欄位 也就是說你要統計的是系所佔比的統計圖的話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個系所的這個欄位是不是存在 也就是如果不存在很抱歉 你沒有辦法用樞紐分析表 OK就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人說老師為什麼樞紐分析表我跑不出來 有沒有看你沒有這個欄位你怎麼跑 樞紐分析表沒有那麼聰明 不過未來AI如果加進來會不會更衝 也有可能 但目前它沒有這個功能 你就變成你要自己想辦法 把這個系所佔給產生 所以剛剛我們做這件事 主要是為了讓樞紐分析表用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 不要選 不要選 OK 游標放裡面就可以 插入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範圍對嗎 A1 這個A班的A1到E58 應該範圍沒錯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在這邊叫工作表E 那我們怎麼統計 很簡單 接下來如果要統計那個系所嘛 有沒有這邊不是有個分析欄位 你就把系所先拖到列 它會自動幫你移除重複的資料 也就是自動幫你把所有的科系 留下只有單一個 OK 也就是重複的就幫你把它去掉了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算幾個的話 很簡單 再把系所拖到值 它就幫你算出幾個了 比如說這個四個 這個科系三個 這個科系兩個 有沒有 這樣就算完了 很簡單嗎 OK 所以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呢 把系所拖拉到列 它會移除重複的清單 這個清單會建立 再把系所一樣的拖拉到哪裡呢 這個值的部分 好 那最後的話當然有個問題 你說老師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希望看到的是多的在前面 少的在後面的話 那當然就需要什麼 排序 所以最後的話呢 請你把游標放B4這個儲存格 OK 然後排序在哪裡呢 在上方的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A到Z跟Z到A啦 不過我需要的是把那個什麼 多的排前面嘛 少的排後面 所以記得按下什麼 Z到A 把Z到A按下去 這樣就OK 那馬上可以看到最多的音樂系 然後 又加科學系 教育系 台文系 生科系 華語系 好像比較是屬於 好像科系裡面比較沒有資訊相關的素養 課程裡面比較沒有資訊相關的素養 因為我學到電腦比較多 然後同學對這個 所以我盡量應該講的算沒有太困難吧 如果你覺得還是太難 自己可能就回去再看一下影片好了 我已經盡可能講人聽得懂的話吧 大家應該講很白話 而且盡量每個步驟都盡量把它放慢速度啦 OK 有時候我怕放太慢的話 你們會覺得好像我講太慢 如果你覺得我講太慢 等下你再跟我講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最後 還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只要前幾名 因為你會發現底下這個一個的 其實我不想讓它出現 我只想要讓它什麼 排在前五名的出現的話 最後記得列標籤右邊這邊有個機關 按一下 這邊有個值的篩選 記得這個機關的話就是 如果你只要顯示 其實就是篩選 把你要的前幾個 它這個有一個叫前十項 也就是前十名 那你說老師我要前五名怎麼做呢 最後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點一下值得篩選 把前十改成前五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留下來的 就會是前五名的 不過你會發現好像不只五個 因為有同名的啦 OK 大概這些算是比例比較多的 好 那最後你說老師 那這個它看起來好像 用表格數字看起來 其實還是不夠友善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變成一張圖 看起來會比較直覺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變成一個圖的話 請你找到上方有個叫樞紐分析表分析 裡面的話就會有個叫樞紐分析圖 OK 這邊點下去有沒有 然後找到樞紐分析 這個 OK 游標一樣放這邊 這邊有個樞紐分析圖 那請你在這邊找一下樞紐分析圖的點一下 然後呢 就給它找到哪一個比較 圓心圖好了 OK 我們找比較不花俏的 就第一個 不要立體的 當然如果以後你想要更花俏一點 你自己再去選好了 我們選一個比較簡單的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它放到旁邊 也許你把它稍微把它拖拉大一點 OK 看起來有個樣子耶 但是好像還是不夠OK耶 為什麼 第一個 可能如果你把這個圖給你老闆看 老闆就這樣不方便耶 這個我看不懂這個顏色 尤其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這麼接近 我到底知道哪一個 音樂系跟教育系顏色太近了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新增標籤好了 那我是推薦用那個圖說文字 為什麼 因為直接加上去 馬上這個哪一個科系 而且甚至佔比都直接告訴你 另外的話上面這個合計這兩個字 看起來有點暗眼 這個叫什麼 把它點一下有沒有 然後把它改一下 這個標題要叫什麼 也許叫什麼 細索 佔比好了 佔比統計圖好了 好這樣子 不過字好像跟下面的很像耶 我們乾脆把它點一下框框對不對 然後常用裡面把字變紅的 然後放大一點點好了 大概18到20好了 然後把它加個粗體好了 讓它看起來跟底下的字 不要混在一起 OK 好 這樣子應該就滿OK的 那最後其實連這個圖例 旁邊這個圖例也是不需要 因為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好像有點多 那如果這個不要的話 你可以在右上角有一個 圖表項目 這個叫圖例 把圖例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最後還有什麼 有東西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幫我 因為一般會凸顯第一名的 比如說把那個音樂系那塊餅 幫我把它 英文叫Explosion 那中文叫炸開 如果你要把它炸開的話 你就是記得那個Tempo是1、2、3 1的話選全部 2的話選音樂系這一塊 3的話把它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音樂系就出來了 有沒有 就要凸顯它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再按它一下 往內就好了 反正這個應該這樣子 就把它炸開一下 好 系所佔比的統計圖 就會是完成了 那將來如果你要把它放在PPT上面 你就把它Ctrl-C、Ctrl-V貼上 這張圖就淺顯易懂吧 應該沒有人看不懂吧 OK 所以一看就知道說 到底佔比哪些是最多的 OK 好 那另外的話 今天其實還有兩張圖 所以如果假設你系所佔比統計圖 畫得出來的話 那其實年級佔比統計圖 你也畫得出來 然後或者是說 那個什麼學碩士班的佔比統計 也是一樣可以把它 所以底下的這兩個欄位有沒有 你請各位自己再把它做出來 所以還有一個地方 工作表1請你把它改一個名稱好了 改成就是叫這個 所以這個名稱我希望把它Ctrl-C一下 然後這個工作表1點兩下 把它Ctrl-V貼上一下 然後這個名稱改一下 所以我會希望請你在這個前面加上系所佔比統計圖之外 還有年級佔比統計圖跟學碩士班的佔比統計圖 然後再按排序一下 資料有個排序Z到A 一樣嘛 二年級好像最多 然後再來就是樞紐分析表 那表的話就是一樣統計啦 當然你如果不要用這個圖 你可以用環形圖啦 反正就是佔比啦 這也可以按確定 然後一樣的話再把什麼 把這個圖 再把它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這邊一樣圖說文字 文字如果你要往外的話 其實這邊可以往外拉啦 其實這邊都可以讓它變化一下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按右鍵 自己再新增資料標籤 那如果你要讓它更花俏一點的話 甚至這上面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樣式有沒有 這邊有個設計啊 你甚至還可以把它改成類似像這樣啦 不同的樣式 這個我想 這有點像請上天花啦 你自己如果想要把它改得漂亮一點 上面的字自己改一下 上面的那個 這個標題這個叫什麼 就是叫 這個叫年級佔比好了 年級 然後 再把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就會多一個什麼 年級佔比統計圖 OK 那一樣嘛 這個不要好了 這個年級 因為上面都會很清楚 圖例也不要 那你再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好 這樣的話就有年級佔比了 OK 看起來好像 二年級、三年級的同學 好像四年級也滿多的 一年級比較少 沒有這個科系啦 我們這個 這個 課程呢 其實對於將來就應該會 馬上有極佔力 因為馬上一定會用到 OK 那最後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 學碩士啦 學碩士啦 學碩士好像佔比 好像就比較懸殊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你只是練習一下 好 那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佔比的統計圖 把它完成 好 像這個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格 這邊有個設計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讓它花俏一點 這樣有很多不同的樣式 這個有些 這個有些 這個忙 好像這樣 馬上 這個圖力可以拿掉 OK 好 那最後再一個什麼 再一個就是 學碩士啦 插入 這個就懸殊比較大 你又不用排前幾名 因為只有兩個而已 OK 然後就是一樣 總計 樞紐分析圖 那這個的話就是 可以不要拿一個立體的好了 OK 這樣看起來 不要花俏一點 反正你們 至於用哪一種圖 這個我想 你可以自己再去彈性調整一下 就可以再設計一下 這邊其實蠻多樣式 這邊其實蠻多樣式 那這個一樣可以把這個佔比 這個佔比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比例的部分要調整的話 一樣就點它 整個一樣 一個然後再往外拉 這個往外拉看一下 OK 好 這個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OK好了 那最後這邊一樣 就是可以把它 圖利也拿掉 這個圖利 這有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 按右鍵 乾脆也是一樣 新增那個什麼 圖說文字 按右鍵 新增 圖說文字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三個圖的統計了 OK 那感覺每個 反正你們自己在挑那個樣式 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基本上我是希望呈現就是那個佔比多寡的一個圖 那你說老師那剛剛這個路之巨集 我們可以把那個公式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能不能也做出那個效果 就是說呢 我可以自動產生這三個圖 自動喔 你剛剛做這些動作能不能把它變成VBA程式呢 當然是可以的 OK 那只是說呢 難度比較高 OK 不是難度比較高 難度非常高 OK 因為難度很高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個自動化做出來 以後要做報表 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自己馬上統計 各式各樣你要怎麼統計 怎麼分析 從不同面向 產生不同資料 去看資料 繪製出你要放的圖 其實就很簡單 像Power BI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做那個所謂的Dashboard 那VBA一樣可以做Dashboard 只是說VBA比較客製化一點點 好 那剩下的時間請各位就是把今天的這個練習把它完成 那所以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就是這三個公式 第二個就是這五個按鈕 OK 那第三個呢 就是這三個圖表 包含樞紐分析表 然後樞紐分析圖三個練習一下 OK